而台中县中立市警局呢 接到报案说 有一名女机车骑士被习凶了 结果案子半着半着呢 方向本来根本就错了 朝着这个色狼的习凶案来侦办 一直到破坏了另外一个摩托车的强盗案 结果才发现说 原来啊这位太太啊 她是有这个嫌犯在抢夺 她放在摩托车上面 脚踏板上的包包的时候 不小心就抓到她的胸部 才让这个女的误以为 这个男子是习凶之狼 才会朝着习凶来侦办 经事器里这名手缠绷带的妇人 慌慌张张跑进警局里 向警方表示 她骑乘机车遇到色狼向她习凶 还因此害她率车受伤 她一来她就说她被习凶了 她不是说被抢劫 所以我们依规定受理 被害女子当时骑乘机车正要回家时 没想到后方距离不到30公尺处 一名男子就鬼鬼祟祟 尾谁在后 然后趁妇人不注意进超前 偷没凶 来反过头来看她一下 然后才走 那被害人就是觉得不甘心 于是往前追了大概五六百公尺 警方调阅监事器后发现 除了这起习凶案 这名年轻男子还涉嫌性骚扰 另一名机车女骑士 但怪的是嫌犯两起习凶案 所骑乘的机车通通不一样 我们原本也是以为是习凶 但是是因为到最后 在抓到换险之后 比对她那个影像 以及做完那个模式才知道 那原来是歹毒 是要去 她的手法跟 临性嫌犯公称 她原本只是想要抢富人 放在机车踏板上的皮包 但是因为出手时间没算准 才会包包没抢到 反而抓到富人的胸部 但警方在征讯过后 人将临性嫌犯依准强盗 抢夺 怯盗性骚扰等罪嫌 将她移送法办 终于西方黄爪 双眼睛桃源采访报道